少年一拳打中这棵30层楼高的大树 随后可怕的事发生了 如雨点一般的甲虫从天空中飘下 很快地面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蛮虫 而这次他们的目标就是国王白甲虫 当他们触摸到这甲虫时 立即就变成了卡片的模样 而小杰他们也开始了收集卡片之路 接着他们又前往了下一处地点 这是一处危险重重的境地 里面布满了机关和陷阱 他们需要在这里找一个重要的少女 并将他从这里带出来才可以获得对应卡片 小杰和比斯基正被一个保安大爷拦住 根本不同意放他们进去 但话音未落 奇亚竟然从里面带着一个少女走出来 这让保安大爷大吃一惊 但他不知道里面那些所谓的陷阱 对奇亚来说根本不是事 想要发起进攻的他瞬间就被奇亚给打飞 而他也成功地获得了正在洗澡的少女这张卡片 接下来他们又获得了几张指定卡 女巫的春药 记忆头盔 风险骰子 另外57岁的比斯基靠着卖萌获取了不少情报 比如无意中的一次比赛 让他们获得了极为稀少的圣骑士手势 这张卡片需要实体化之后佩戴在身上 而玩家就可以拥有反射诅咒的效果 也就是说以后其他玩家偷取不到他们的卡片 另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原来已经遭到了诅咒也可利用它来清除 经过NPC这么一提醒 小杰猛然想到了一群人 就是之前那个把他们钱都忽悠完的村子 他们每个人都身患新冠非常虚弱 如果把他们变成卡片再让小杰触摸 是不是可以将他们的病全部治好呢 由于之前对村子的帮助 村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小杰 当小杰拿到卡的那一刻 胸前的圣骑士项链发出了强大的光芒 接下来村民们再次出现之后 忍者们的病竟然真的全部被治愈了 而他们也获得了村民们的认可 这时郑重地送给了小杰一个礼物 当小杰拿到手后 发现这是独有的75号卡片可谓是非常的珍贵 截止到现在为止 他们已经收集到了55张指定口袋卡 就在这时他收到了一个陌生通信 正是之前打劫了小杰和奇亚的帽子 当初刚进入游戏的时候 他们抢了两人的真实之剑 他们通过情报了解到二人得到不少的卡片 想要两只小队一起合作 因为炸弹魔那边已经快要集齐了 玩家们都已经有了急迫感 当然有实力的小队不止他们 现在这里有六只小队都聚集在一起 帽子男介绍炸弹魔已经集齐了96张卡 眼下必须要团结一致才可以对抗 因为集齐100张就可以通关了 也就是只剩下4张他们就可以集齐 而实际上有一张零号卡 当玩家有了99张卡之后 他会自动生成零号卡 说明他们只剩下三张卡没有拿到手了 目前还有2号9号75号他们还没获取到 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 六只队伍必须同心协力 但这时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 一个大女人说对这次参加的队伍实力有质疑 帽子男说能来这里的都是有50张卡片以上的队伍 可女人说那三个小孩看上去并没什么价值 但是当奇亚说出自己手上有一张炸弹魔没有的卡 女人也不敢再有反对意见 随后他们十几人一起使用同行 来到了2号卡一平海岸线的所在城市 这里他们将与累渣碰面